打开大陆的平台提到台湾 很多人都会说台湾不好 大部分的人都说台湾不好 但是那些在台湾生活的大陆人 他们呢却不回去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前几天我认识了一个 加来台湾15年的广西大姐 他呢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突然间让我恍然大悟 原来很多陆沛在台湾生活的久了之后呢 他们呢就不想再回大陆了 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来台湾第五年的 中国大陆女生花花花粉们 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我拍影片了 过新年呢就会比较忙一些 今天刚好有时间呢 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 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来台湾待的久了 很多陆沛都不愿意回国 来台湾待久了 为啥很多陆沛不愿回国 前几天呢我跟一个朋友 去一间美容诊所做脸部的护理 刚好呢给我做脸的那个姐姐呢 她是嫁来台湾15年的大陆配偶 15年呢哦 她是迄今为止我在台湾 见到过来台生活最久的大陆人 刚到诊所的时候呢 其实我完全没有听出来她的口音 反而是她在帮我做脸的过程中 我们聊天嘛 然后她听出来我的口音不是台湾人 哎呦这样一聊才发现 哇原来我们是同胞 那聊天起来呢就特别的投缘 刚好呢现在又是春节 她就有问我 哎过年怎么没有回大陆 来台湾这几年生活适不适应啊 想不想家之类的 那这些呢通通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当我反问她怎么过年没有回大陆的时候 你猜那个姐姐她怎么跟我说 她说自从她患了台湾的身份证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了 我这样算一下 应该她也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当我听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呢是第一次听到有大陆配偶跟我说 自己以后都不会想要回中国大陆 像我们这些刚嫁来台湾没多久 就是没几年的中国大陆姑娘呢 很多人都是因为最近几年的疫情 可能有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回家了 但这个姐姐呢 她不是说是因为疫情不想回家 而是说她就没有想要再回去 所以我才蛮震惊的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呢 结果她告诉我在台湾待久了之后 回去那边也是非常的不习惯 不适应 因为她觉得台湾比大陆好 台湾比大陆好 我听她讲完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姐姐蛮实在的 因为我跟她也毕竟是第一次认识嘛 她跟我讲她的家乡是在广西 我呢没有去过广西 其实对广西那边的生活条件呀 就是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听姐姐聊天的时候说 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她现在的薪水 比之前在大陆上班的时候能赚很多 而且呢在台湾就算是这种比较小间的美容诊所 在这里工作呢 雇主她也是会给你保劳健保的 在台湾呢如果雇主她不帮你保劳健保 这个我们是可以检举的 但是如果是在大陆呢 同样是一间小小的店 怎么可能会有老板来帮你保无险一金 来帮你缴什么社保 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这里讲的无险一金呢 差不多就是在台湾的劳健保同等性质 无险一金呢在大陆那边就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超有的一个福利嘛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小老板 很多人他们都是偷偷的就不给你保这些的 根本就没有无险一金 所以呢她才说她觉得在工作薪水啊 包括这个劳工的保障方面 台湾比她在大陆生活的时候要好很多 后来呢我也有问她那之后会不会想要回大陆发展吗 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带台湾老公回大陆 那我就觉得当你工作稳定 然后社会福利又好的时候 自然而然人家就不会想要回中国发展了嘛 其实呢从这个姐姐她的描述当中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现在的生活应该会比以前的生活好很多 而且差距应该蛮大的 古人不是也经常说 良情则末儿妻 优秀的飞鸟都是会选择好的地方落脚 人也是一样 肯定是哪里好 我们就待在哪里 如果台湾真的像大陆的某些自媒体平台啊 讲的那样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相信那几十万的大陆配偶 几十万的大陆人 大家不早就已经回中国大陆了吗 还留在台湾干嘛 喜欢舒服的环境 能保障我的生活 让我有工作有钱赚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想要的理想生活吧 那我讲的话呢 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 但是呢 这呢就是我从一个 嫁来台湾15年的广西大姐 她的口中所了解到的 她不愿意再回中国的一个原因 除了这一点呢 其实姐姐呢还有说了一点 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她说来台湾待久了之后呢 回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的人 跟你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会发现跟他们话不投机半句多 关于姐姐说的这一点呢 我就非常的感同身受 我特别有感觉 就说今年过春节吧 原本我是已经订了机票的 后来因为郑州的疫情爆发 反反复复的 就是那一段时间经常上热搜 然后也是挺严重的 所以呢我妈妈呢 就让我把机票取消了 说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可是呢就是会有一些 七大姑八大姨在背后讲一些闲话 说什么啊 为什么不回来呀 台湾2023年就要收复了 台湾到底有啥好的 能让你去这么多年 咱就是说 你说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呢 一点用都没有 台湾收复不收复 也不是你一句话说的就算的 对吧 说这些话 竟是让我妈听到我心里不舒服 我听了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她的话 回复那个人中了吧 好像有点伤家庭的和气 顺着她说吧 你就会发现 没完没了 她可能每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都会跟你说 啊 习大大还有多久 就要收复台湾了 收复之后 你回来就方便了 就是这样没完没了 这种情况 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就会发现 我跟他们真的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大家真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所以这一点呢 我跟那一位姐姐 真的 我特别能够理解她说的这一点 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至于台湾到底有啥好的呢 肯定是有好的 当然也有不好的 好跟不好呢 其实都是相对的 有些地方 你觉得这个不好 但是在别人的世界里 可能人家觉得这是好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无险一惊 这一点的话 我个人就会觉得 台湾做的就是比大陆要好很多 我也有看到过很多来过台湾自由行的大陆人 他们呢 在来游玩了一遍之后 回到大陆 都会想要去搜一下 如何移民台湾 大陆人想要留在台湾 在这里找工作 想要在这里长久居住 没办法 移民台湾真的是太难了 最快的接近 恐怕就是找一个台湾人来结婚吧 那这个一期呢 我们之后有时间再细聊 因为今天呢 我们不是来讲移民的 那最后呢 我想来说说我自己吧 个人认为呢 我已经非常的适应 现在在台湾的生活 我都很常跟我的台湾朋友 包括我的一些大陆朋友 我也会跟他们说 我可能这辈子啊 就只能待在台湾了 回大陆肯定是不会想要回去的 养老呢 我也只想留在我的第二个故乡 再过几年吧 我就可以去申请台湾的身份证了 那我老公 包括如果以后我们有小孩的话 我的 还有我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这些都在台湾 那我还回大陆干什么 对吧 当然现在说这么绝对 好像也不一定 毕竟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但我能确定的一点是 依照我目前的生活方式 我的思维方式 包括我的性格 我觉得我回中国大陆 估计也会非常的适应不了 咦 讲到这里 我似乎能理解 刚刚讲的那位姐姐她说的 她回大陆的时候 她会觉得自己不习惯 不适应 我懂她大概想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不过呢 有时候我也在想 每个人不想回中国大陆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 像有一些大陆配偶呢 他们在网络上发影片 我看到的哈 就是以前看到的 现在不太关注了 我发现有些人呢 可能在台湾生活的明明很好 但他们呢 却在大陆平台上说 这不好 那不好 结果呢 但是她自己又不回去 我呢 是真心不喜欢这样的人 可这样的人呢 确实大有所在 不过呢 我之前有认识一位大陆的女生 她也是嫁来台湾 我记得她关于这件事情呢 跟我说过了一句话 我来跟大家来转述一下 她说呢 在中国平台上 有一些大陆人嘛 经营自媒体 有关于台湾的 如果他们不说台湾 小破旧穷 不说点不好的 就会被网络上的人来喷 来骂 很多人呢 其实不是说他觉得台湾不好 是因为他怕被骂 怕被网友说自己是台吹 骗台 甚至说自己是台独 所以呢 他们就不愿意发 自己在台湾生活的 真实的视频 最好呢 是在台湾生活的大陆人 都说台湾不好 国内的人们呢 他们就喜欢看这样的视频 当我听完他跟我说 这样的一段话 其实我也是蛮无语的 我不知道我是该同情 这一类人 还是说我要试着去理解他们 但我想了很久 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 如果 你说 我怕做一件事情 然后去违背良心 说了一些其他的话 不管什么原因 总之 我是做不到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也是留到以后 再详细的去聊这一块 好的 我怕人才发现 我今天好像聊的有点多 估计是因为 我很久很久 没有拍影片的原因了吧 坐下来跟大家聊天 这种感觉 还是很好 特别是我把自己 想表达的观点 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在做真实的自己 这种感觉让我 回到了好像两年前 刚开始拍影片的时候 突然间感触很多 那看完今天的影片呢 不知道 我听到外面 好像有人回来了 好 那今天呢 大概就聊这些 花粉们如果有什么 想要跟花花 我讲的话 想要跟我分享的 或者是有什么 想要对新住民 在台湾生活的新住民 大陆佩奥 讲的话 还有就是 你们是如何看待 陆佩在台湾生活的 这件事 也都欢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区 写出你的看法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的暗号 大家还记得吗 爱花三步走 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OK 那我们就下去再见咯 拜拜 我的天哪 我的手机指甲坏了 我现在都用手 拿着来录 大家知道我最近 为什么没有录影片了吧 就是我缺个手机指甲 哈哈哈